美国迈阿密郊区的公寓坍塌 最新数据显示 18人死亡 145人行踪不明 一位曾经经历911恐袭事件而流离失所的 度假屋出租商 听闻了消息感同身受 主动提供一个月免租金住宿 给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 希望能协助这一批经历不幸的人士度过难关 31岁的乔尔·瓦尼斯出生在纽约 小蛇猴和家人就住在世界贸易中心附近 2001年9月11号 这座双子塔遭受恐怖袭击 给他种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如今在迈阿密经营度假屋生意的他 目睹公寓坍塌后勾起了儿时流离失所的回忆 于是他召集员工联系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 为他们提供一个月的免费住宿 度假屋里有三间房和网络设备 同时也供应食物和卫生用品 至今已有15户家庭入住 同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到访灾区哀悼死难者 同时承认随着时间推移 要找到幸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马清社电视综合报道